這條題目是關於Speed Time Graph Tom離開他的房子12點正開始 直路走3分鐘,離開他的房子200米 然後一直沒有動過,站著休息 休息到K分鐘後,他走回家15分鐘 A不就說,找回他的行走速度很容易計算 只是把200米除回3分鐘就可以了 直接寫就可以了 B1就說,如果Tom離開的速度和走回來的速度是一樣的話 K是多少呢? 你看看,他3分鐘要走200米 回到來也是3分鐘要走200米 即是說,其實K和15相差3分鐘 因此K就是15-3,即是12 這樣就可以了 B2就問 Find the % of time that Tom is stationary when he is outside his home 即是說,他在外面逗留的時間 佔百分之幾呢? 那你就去看看 他現在在家停留的時間 即是出了街,站著不動的時間就是K-3 即是12-3 整段時間就是15 所以你計算一下比例 就是12-3 over 15-0 剩下100% 即是他有六成時間 是出了去站著不動的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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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